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尼歐 我們現在打煙幻的殺戮 往昔 魚姬的地獄級關卡喔 那先跟大家說一下這一張卡要不要練 如果你有在玩項羽 欸 其實也不能說在玩啦 如果你有項羽的話 最好就是拿一張起來 神魔怕的不是卡片沒有出場機會 而是怕要用的時候找不到喔 這一張跟項羽的搭配真的算是很實用 有一個-CD還有一個攻血兩倍的加成 上一次項羽就是改強之後 新增了一些隊伍技啦 我覺得還算不錯 主動技的部分也還算實用 而且增傷幅度蠻大 有一個2.8倍的選項 好啦 那這邊的話就是帶大家用最新科技 黑金Lilis來通關 這邊隊員是免費卡 那我稍微講一下他們的功能 你就看自己有沒有可以替換的這樣子 第一張這個 假面騎士伊甸 這個就是拿來無視拼圖用的喔 可以換成龐貝啦 然後再來這個是2234 破隱身用的 你可以換成任意職傷 只要可以破隱身就好 然後龍科這邊我是帶進場可以減1CD的喔 所以如果你是帶龐貝的話CD比較久 要記得稍微多算幾回合 主要在2-2就要可以無視拼圖了 然後這個破隱身要在2-1就可以用喔 好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出發吧 那你如果是我這個配對 龍科也都帶一樣的話 第一關我們就拖5回合 第一關不能消心 那這邊你可以抓著星 然後去... 故意把它消掉 然後不要轉紅綠燈 這個都可以喔 好 這邊原則上就是5回合啦 好 OK 這邊我們在抓那個星珠 讓他掉星下來 我們因為要偷5回合 所以場上 你要有辦法故意去消心喔 這邊應該是第4回合了喔 好 我們來偷第5回合 好 這邊你不用擔心就是... 反擊 他好像是會反擊的版本是不是 好 對 只會受到一下傷害 所以沒差喔 好 阿你看到這邊剩下CD1就可以準備進關了 其實剩CD2就可以進關了啦 我好像有不小心多洗到一回合 好 這邊要進關就不要消到星了 OK 這邊就直接去把他帶走 好 阿這邊莉莉絲也跳起來 那莉莉絲跳起來 我們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熔魂模式開下去 好 我們這邊就直接開熔魂 然後這邊直接開...炸 那這樣子炸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去造成正常的傷害了 喔 對 他這邊會把你熔脈清空啦 還... 蠻白目的 不過... 就好好去把他打掉吧 OK 這邊就直接轉 好啦 等一下二血 就是靠著我們的伊甸來無視拼圖了 OK 這邊也直接帶走 沒問題 好 來 這邊就用假面騎士伊甸 那這邊他會吸收龍科來增加自己的攻擊 所以要注意 好 來 這邊我們先把... 符石附上機械 那伊甸你開了之後 其實他自身也會有一個倍率啦 所以不用太擔心 我們就是... 盡量去消多種一點珠子就好 欸 對 而且嚕過去也會變成機械強化喔 阿嚕過去這一個聲音 喔 不要害怕 他就只是暫時的喔 阿嚕過去變成強化啦 所以也不會被那個... 他的那個...問號軌跡影響喔 阿如果你是帶龐貝的話 版面幫你排得好好 也不會影響 基本上沒差 好 來 這邊鎖技加八康 我們就直接轉就好 八康隊長技就直接有幫你加了 所以沒事 好 隊長技是... 消六顆 手消六加一康 然後雙隊長就是加兩康 OK 所以要八康也是非常容易的 這邊就直接灌過去就好了 好啦 後面基本上主動機應該是用不太到了才對 這邊直接把炸板開下去 然後一樣開個龍魂 好啦 這邊光珠不能消 你就不要光珠去放手就好了 剩下都可以 隨意 怕的是你沒有一波帶走光珠會整個版面都是啦 但是要沒有一波帶走其實也蠻難的 好 這邊再開一個龍魂 繼續炸板 好啦 這邊其實你也可以善用角色珠啦 就是抓角色珠 然後停在Lilis的直行 這樣子也會再有一個減CD的效果 嗯 推薦大家有事沒事想到就這樣做 因為兩回合之後可以再開一次龍魂真的很香 龍魂模式本身有一個回合結束減CD 然後你在角色珠抓了 在Lilis下面停 又有一個減CD效果 好啦 這邊是光暗線喔 那我們就直接去轉光暗就好 這邊你可以消新珠啦 是沒關係 好啦 稍微疊一下 好 OK 好 這樣就都疊到了齁 來 OK 這邊也直接A過去 沒問題 好啦 那就來到我們王關 王關這邊其實也是蠻莫名其妙的啦 這邊就是25%盾 然後每回合會轉暗出來 這邊你可以加減去把它炸一炸 喔 這樣子加速一下這個25% 好 另一隻也開下去 好 這樣應該 就差不多了吧 這邊就是最後一回合看你自己要怎麼去轉 不要消到暗珠就好 因為你消到暗是沒有辦法造成傷害的齁 好 我這邊再抓一個角色珠 目的是讓他等一下有一個減CD作用喔 我有說嘛 就是想到就這樣子做一下 OK 這邊就直接帶走 好啦 接著是 我剛剛怎麼沒有試著用這個炸他最後一下 不知道300萬夠不夠炸最後一下 好啦 沒關係啦 都過去了 這邊的話就直接把最後這邊轉一轉吧 OK 以上就是Lilys通關這個魚姬地獄集 而且其實我覺得打起來應該算蠻快的齁 來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譜